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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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不出神语争锋 有一天间也没什么了解 要不是你师父郭湘女侠跟我有交情 我今天不会对你客气 一天间在你的手上 死的人可多了 我代你师父保管七年 七年之后 你找个像样的徒弟 跟我再拿回去 郎三夫 你仗着你武功盖世来包拼你的徒弟吗 假如大家一拥而上 张真人不可能把五大派的人全杀光 等到你真气浩剑的时候 你也一样结束难逃 光愁和尚 你吓唬我 师父 一人做是一人当 他们是来找弟子的 让弟子自己解决吧 好 你喜欢自己跟他们谈判没问题 不过打架 你师父一百年来都没怕过 吓唬我 各位前辈 你们要我说出 我义兄金毛石王谢迅的下落 无非是要抢夺他手上的铜龙宝斗 成为武林之尊 我张翠山一定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 可是 我也绝不希望师父他老人家 百岁高龄还跟大家生死相伯 今天我只好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只好给大家看 崔山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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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速度心脉 崔山 娘 娘 爹他为什么要死 无忌 你记住这些人的样子 仔细地看清楚 一定要记住他们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沾满了你爹的血 是不是他们把爹逼死的 你长大了要因爹报仇 一个都不让他们逃掉 一女施主 领服刺杀身亡的确非常可惜 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金毛狮王谢迅的下落 空文大师 要是我告诉你金毛狮王在哪 你能放过我们这孤儿寡妇 出家人不会言而无信 好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女施主 你说清楚点 大师 金毛狮王就在那里 祝你早日找到屠龙报到 女施主 他没出 娘 五季 你要是在骗他们 你要骗人的本事多大 记住 千万不要相信女人 越漂亮的女人 就越会骗人 记住 我们要替武师兄报仇是否 再说吧 先救无忌 太到了 种植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乌鸡 师公 你的内功真是厉害 厉害个屁啊 这么多年来都治不了你体内的寒毒 如果当年少林寺的火工 偷偷没从这儿跳下去的话 也许可以借助他的九阳神宫 解你的头 九阳神宫 九阳神宫是少林的不传之秘 跟九阳真经一样那么厉害 少林已经失传了三百多年了 谁知道被一个烧饭的火工偷偷 无意中在一本佛经里 找到了九阳神宫的口诀 他炼成了之后 打伤了少林三十几个高手跑出来 还跑了着我逼我 张三峰 朕有你的 你的九阳神宫所以称霸武林 听到看你一定不是童子神练功 不然的话我赢不了你 没想到我炼成了九阳神宫还不能天下无敌 我炼了有什么用啊 张三峰 再见 大傻蛋 如果他没死的话 他的九阳神宫宫里一定可以救你的 兔孙千万要保住通子师 练功很厉害啊 别看师公一百多岁 每天早上起来一炷晴天 什么一炷晴天 为什么我没试过 你虚吗 师公 什么事啊 秦叔 七年之期已到 俄美派灭绝师太的大弟子周芷若来武当 想接回一天见 周芷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鹅梅弟子周芷若 参见张真人 灭绝的火气没那么大了吧 家事专心研究佛学 修养自然更上一层龙 你很会说话 灭绝收到你这儿的徒弟算他命号 无忌 把一天剑拿出来还给他 无忌师兄 你就是张翠山张武侠的公子啊 我 我 不错 无忌师弟是武叔留下来的孤儿 在下宋青叔 家父是武当七侠之首宋远桥 谢谢无忌师兄 芷若 您远到而来就留在这里住几天 让我的大弟子宋远桥教你一套武当剑法 算是回礼 谢谢张真人 无忌师兄 你在监视他们练剑呢 张真人那么喜欢你 我看将来武当掌门之位一定非你莫属 放心 无忌师弟不能练武 我们是不会伤害他的 志同师妹 我们一起练剑吧 他八年前中了玄冥神掌 这一辈子都不能练武了 爹 秦叔 你施工要闭关三个月研究太极剑法 我们五个人要陪同互法 这三个月 武当上下大小事务 全都要交给你处理了 谢谢爹 秦叔 你一定要用心 武当第三代张无忌已经不能练功了 现在就全靠你一个人 施工精研了一百颗护心丹 你每天晚上给无忌吃一颗 这样可以暂时抵抗寒毒 秦叔一定好好照顾无忌师弟 你们干什么 无忌师兄 什么事啊 刚刚有几个人偷看你 真的吗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我好怕 他们全跑了 我还是很怕 你要不要进来陪我 我知道你不愿意 我陪你 我真让你自己躺我了 怎么了 你很热啊 没有 馒头都是害的 对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张无忌 你真以为你夜不过前吗 你放心 现在武当事我做了 你这个倒霉鬼 客死你爹你娘 除了拍马屁你什么都不会 师公每天把内力输给你 抗你的寒毒 那天内力要是输给我的话 我早已是武林高手了 你娘是个妖女 你可以骂我 不可以骂我娘 谁知道武师中是不是你爹 说不定啊 是你娘在外面偷人生下来的小打手 武当还听这一套 那么多人欺负一个人 请问上面这位是哪一派的朋友 朋友 谁认识你啊 把你的衣服穿上吧 那个小骚狐狸 有种女下来 原来武当派的武功也不过如此 还是我明教厉害 芷若师妹 把倚天卷出来对付他 你是个魔教妖女 原来以前你也真的叫武当啊 你再不走 就被武当狗打死了 不准你侮辱武当派 你是不是被打糊涂了 打完了再跟你说 小妖妖女 让你见识你听见得厉害 小妖女 让你见识你听见得厉害 谢了啊 我来武当就是为了让你见见 砍到我这刀枪糊润的寒天锁裂 武当无敌净网 我来 过来 快 原来没有我这么差劲啊 你不要管我 你快跑吧 被他们追上你的话 我把你砍死才坏呢 开什么玩笑话 美猫 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张无忌 你勾结魔教妖女 捣乱真我大殿 我现在以戴战文的身份 逐你出师门 武当弟子接力 是 格杀无论 是 姑娘 是我连累你了 叫我小招吧 死到临头你们还轻轻握握 看你们往哪儿跑 我跑 怎么软眉眉的 好好地干什么手 我碰到你那儿了吗 吐包子 一定是你爹教你的 我爹早就死了 你叫张无忌 难道你爹就是武当张无侠 坐下不被小招拜见张公子 起来再说 小招是白眉英王坐下的卑女 因为遇罪着英王 所以被英王用含帖锁 小招想偷偷下山 听说隐仙剑就在武当 所以想借隐仙剑一用 谁知道却碰上张公子 救了小招一命 起来起来 我可不是什么公子 你又碰到我了 你是英王的外孙 我当然要叫你公子了 其实我都没见过外公 什么声音 再帮我关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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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十几年以后 还会有人下来陪我 你是 我就是地狱的冤魂 你是武当派的弟子吗 晚辈张无忌 我很久没吃过人肉了 张三峰害得我在这里受苦 我吃了一个小徒孙 不算过分吗 难道你就是那个少林寺的火工头头 居然还有人记得我 你身后被那个小姑娘细皮嫩肉的 一定比你好吃多了 他不是武当弟子 你要支持我好了 你居然还有一点点英雄气概 前面 公子 公子 你怎么了 好了 你为什么把他弄成这样子 笑话 是他自己身上的内伤发作 你身上到底受的什么伤了 我八年前中了玄冥神掌 玄冥神掌是无药可救 一定是张三峰用他身后的内力帮你应称了八年 喂 他可真疼你呀 前辈 我知道你有办法 请你救救他吧 我的九阳神功是玄冥神掌的克星 可是我凭生要救张三峰的人 张无忌 除非你大声说一次张三峰是王八蛋 我就教你九阳神功第一式 用来对抗你的寒冬 你休想 你不就就算了 打什么人呢 只要你说张三峰是个卑鄙无耻的王八蛋 以后就不用再受这种无穷无尽的痛苦 你也可以练成盖世武功 多容易啊 跟我说 卑鄙无耻 王八蛋 张三峰 卑鄙无耻 王八蛋 就是你 好 看你怎么撑过今天晚上 公子 你怎么样 冷 冷 冷 这样怎么样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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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 好冷 天会不会暖好点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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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张三峰 没想到你的徒孙怎么有不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没死 我还没死 公子 你没事啊 小张 公子 你身上有没有武器啊 没有 怎么有个硬邦邦的东西顶着我 是吗 一周青天 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完了 会不会生孩子 这么快啊 什么快 我说我这么快就行了 公子 昨天晚上你都撑过去了 也许以后你就没事了 你做梦 昨晚上是你运气好 不过寒毒一天会发作两三次呢 要是没有人用内力帮你撑住 你早晚会有生命危险 你心好黑啊 张无忌 你要是不学我的九阳神功 你每天都要受汗多的折磨 还是发誓脱离武当派 败在我的门下吧 师公对我恩仲如山 我不能这么做 白痴 你为什么要逼他学九阳神功呢 十几年前 我败在张三丰手上 我不服气 我要我的徒弟 胜过张三丰任何一个徒弟 那你就我好了 女人练了 一年之后会胸部变平 手脚长毛 嘴上长胡子 生如老牛 你还练不练呐 不用客气 公子 我看他企量骨已经断了 行动全靠你个球 你就简创答应他 学了他的功夫 然后再跟他分离 武当弟子顶天立地 他是武当大敌 逼着教我武功 一定有阴谋 我绝不会上当 看你有什么办法可以逼走我 我逼不了你 好 好 好 成功 好 让我帮你运气 我不许你帮我运气 好 九阳出现 经脉逆行 不要用屁股压着我的头啊 丹田之气 练走全身 我的腰断了 鞋排 套领 羊尺 命门 筋梭 张无忌 你身上已经有九重九阳神功 第一重的功力 你这一生 都有我的武功在你身上 你甩都甩不掉 你 明天我还要逼你学第二重 除非你死了 否则 武当的叛徒 你是成定了 清叔没用 师弟被魔教妖女打落山崖 清叔晚到了一步 只能杀了妖女 却救不了无忌 就请爹爹和师公杀了清叔 向去世的武师祖交代 我杀了你 元桥 人死不能复生 你打死他有什么用 清叔师兄已经尽力了 武吉一生命苦 死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也说不定 现在少林发武林铁 邀请我们五大派 一起围攻光明铁 除魔未到是我们正派的本分 元桥 你跟四位师弟 清叔直落一起去吧 地主准利 第九冲九阳神功 九阳在天 童谴攻光明铁 九阳神功第九冲 你也学会 真记会自动走遍你七经八卖 全冰神养的毒已经没了 以后全死都死不了了 公子 你终于成功了 多谢前辈 你不是不想学我的功术吗 你应该很重复才对 武吉明知道你不是真心的教我 只是想让我施功丢离 我只好用激将法让你把九阳神功传给我 我身负泄海深仇 我怎么会不想学呢 你真教我 不光是漂亮的女人不能相信 连貌似忠良的男人 也不能相信 我杀你 大家都练成了九重九阳神功 你怎么杀我 小金 这功力好练 前辈 武吉多多得罪了 我身体里的寒毒是靠九阳神功之后 多谢前辈教导 你这臭小子 无计若报陷害深仇 一定会回来就前面出去 你们两个不能好死 看你先走还是往先走 走 看你们两个能隔一多久 你跟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终于练成军事武功了 少林派 俄美派 空洞派 昆仑派 华山派 你们每一派身上都有我父母的钱 我要你们血转血肠 你刚才的样子好恐怖啊 如果你像我一样 把遗弃憋在心里面巴逃 任人欺负 任人笑骂 到发泄出来的时候 你也一样 那你还会不会武当啊 宋青叔是大师伯的独子 我不可以找他报仇 不行 我不回武当了 有了九阳神功 天下之大 我哪不能去啊 先去光明顶 找我外公 求他帮你把链子解开 多谢公子 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你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公子了 我喜欢叫你公子 你让我伺候你吗 你对我好 我会牢牢记住 你现在武功那么高 将来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 到时候 你就会把我忘了 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我 公子 公子 那边有冰糖葫芦 我娘去世前最后给我买的就是冰糖葫芦 我种了玄秘生长之后 我娘给了我三颗 叫我痛苦的时候吃一颗 他们去世的时候你吃了一颗 这两颗已经风干了 我要好好保存 快拿酒菜来 这次六大派围攻光明兵 一定能把魔教所有魔头一网打净 对啊 要是我们去管了 胆不上这个魔教大会 那就太不值得了 敢得上又怎么样 不是又多几个人去送死吗 名教有紫白金青四大法王 无间不摧的五行旗 就凭你们几个三角猫 想把人家一网打净 别做梦了 他已经是魔教的人 把他抓住 我们还是躲开吧 不自量力 喂 她是灵教的人啊 我在光明鼎没见过她 光明鼎的事就这么决定了 贫僧告辞了 你认识他们啊 当然 八年前就是他们用血面身上把我打伤的 不要冲动 他们有那么多高手 担心寡把体重 陆先生 你好 大师 拜托你了 请为贫僧向夏爷请安 贫僧告辞了 什么事那么着 出来 鬼鬼祟祟干什么 臭小子 你看什么 这臭小子很面熟啊 算了 你对小情人在这儿弹琴说爱呢 我们走了 我刚刚致想 幸亏你没有 你看 这个年轻人是什么人啊 陆章和贺比翁这种高手 都像他的手下一样 什么年轻人 是个女的 女的 她长得好像我娘啊 不要脸 看人家漂亮就说像你娘 你现在也很像我娘 你还胡闹 光明鼎被六大派围攻 我们快去吧 这次魔教有充分的准备 五行旗已经全部回房 那个跟白美英王一直不合的轻易福王微笑 引回来帮忙 如果紫山龙王和金毛狮王也来了 那可真不容易对付 如果金毛狮王来了正好啊 我可以连他那把屠龙刀都抢过来 要不要把我第一天接下来抢去 最好啊 不敢不敢 他连我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 幸亏他不知道我想把他强奸了 你强奸他 那我吃两回强奸他的徒弟好了 那辛苦你了师兄 谁叫我是师兄呢 你们俩鬼鬼孙心的在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我们在想把魔教的钱拿去祭贫呢 紫山龙王是波斯名教圣女 失踪多年相信身在波斯 金毛狮王当年一战双目失明 也厉害不到哪去 不过英王和福王的确很难对付啊 师叔弟子有个选择 你说 白美英王有个外孙 是武当张武侠的儿子 叫做张无忌 无忌在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这件事白美英王并不知道啊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突然见到他的外孙 一定会很开心 可是这个外孙突然出手偷袭 相信有九成把握 我们可以杀了白美英王和亲英夫王 抢光光明底的钱啊 把女的卖去做妓女 对啊 我们是名门正派 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而且令我已经去世的失职 我不赞成 没有啊 我们这是为了妓品嘛 程大师不拘小杰 我赞成元真大师的说法 你想找人假扮张无忌 谁是合适的人选呢 宋大侠的工资就是最佳人选 在下绝对不容许武当弟子做出这种事 一群奸狗 在这密魔害人 当心被分析死 变腐镖 是亲一服王鬼一笑 鬼一笑 你快点把我老婆放了 你老婆又肥又胖 给我吸血最好不过了 岂有自理 聂军 你杀了我老婆 唯一笑用的是蝙蝠毒弓 被他咬过的人会神志错乱 完全听从他的 不杀你老婆 我们就多一个敌人 喂 你打不过他吧 唯一笑不知道 是天剑的厉害 用何夫人来打架 我相信他已经被我的剑气所伤了 我相信他已经被我的剑气所伤了 不五行大阵 我要他们 未到山腰 先死一半 这儿 鬼鬼 大剑 不完 七叶蝙蝠 你总算还有护教之心 在这个时候赶回来帮忙 白妹老板 我已经打探过六大门派的战营 还跟灭绝时代过了几招 他的一天剑 果然是厉害呀 那么你没事吧 没事 我怎么会有事呢 你们立刻下山布防 谁敢自称是白眉英王的外孙张无尽 立刻割审无论 是 我外孙 不错 他们想派人假扮你外孙来安算你 如果本教的阴阳生火令还在的话 我才不怕他的一天剑 废话 要不是我们的阳教主失踪了 他的乾坤大挪一神功 可以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哎哟 疼死我了 你怎么了 受伤了 我当然是受伤了 不过刚才在那么多人面前 我怎么也要点面子 没关系 我用内功帮你聊上 没动的 你一定要用嘴巴把伤口的毒吸出来 那也没问题 真的 当然 我白眉英王这一辈子都说话算话 嘿嘿 好兄弟 那伤口就在屁滚上 嗯 哎呦 不吸就不吸嘛 咱就不玩啊 怎么那么多人呢 不像是明教的人 那些是什么棋啊 是我们明教的暗号 他们闯进了五行棋的禁区 五行棋 我看你 快 快 快 大家不许后退 我们是民门正派 不炸而逃 成何体统 不炸而逃者 死 说得对 说得对啊 芷若 把一天天给我 睡是吗 上 我们注意 闪闪续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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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鹰王的外孙张无忌控制 你就是张无忌 不错 我就是 鹰王有令 谁自称张无忌 隔杀无论 杀 身边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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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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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张无忌 你我不分 该打 我就是张无忌 好身手 请问您是哪一块的武林高手 师父 他就是张无忌 他就是张千山的儿子 怎么武功这么好 你要去哪 我就是张无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